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全国最大猫咪主题 室内市集的台北猫屋记登场咯 结合动物友善和城市走读两大主题 带领爱猫民众玩遍台北 可爱又疗愈人心的图案 猫咪魅力让人无法挡 2023台北国际猫屋记即将登场 今年活动分为两大系列 跟着猫屋玩台北城市走读 规划四条充满猫咪元素的城市走读路线 另一个系列则是在松山文创园区 举办猫咪文博会 有猫屋市集 猫咪草地电影院 还有猫咪工艺任养 满满的猫咪元素 要让猫奴 前猫奴和爱猫人士流连忘返 针对我们台北市 真的做四条不同的路线 在这边猫空 宝藏岩 大稻城 还有我猫甲 我们做这四条路线 这四条路线 其实都是在台北 都是非常耳熟能向 而且都跟我们猫咪 其实都还蛮有关系的 这四条路线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的这次活动 不只是导览 城市导览而已 我们还跟台北市 观光巴士我们结合在一起 所以在导览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在 大家会都先上观光巴士 我们想想看 就是在这种 四公尺高的巴士上面 在整个行道处的树贯城 用不一样的高度 去感受台北市的特色 然后再透过导览老师 针对这些每个路径的景点的介绍 然后感受一下 现在台北市 还有过去台北市 这些点点滴滴的故事 这种时空穿越的感觉 那另外呢 到了目的地之后 我们还会就是 开始进行我们的这些城市导览 因为我刚刚说过 这四个地方其实 他们都是非常非常有名 而且非常非常具有历史的价值 所以说他整个活动 相信是非常非常精彩 这是我们的导览活动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 9月9号跟9月10号两天 我们有我们的在 松山文创园区 我们举办了这个 猫咪文博会这样的活动 那猫咪文博会其实就是 邀请这些文创者一起来 针对他们的新品 在现场做发表 那因为我们这次猫咪的主题 叫做庙屋爱分享 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些新的东西 然后新的创意 除了跟同一时间做交流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 他可以跟客戶 跟客人之间有让他们分享 让他们知道说 然后原来台湾文创产业 或台湾猫咪相关的东西 有这些新的这些商品 全国最大市内猫咪主题市集 喵屋市集 将集结国内外文创职人 在活动期间发表猫咪主题新作 或销售最新猫咪相关商品 一次满足爱猫人士 我们毛小孩也可以享受到 跟我们一样的生活的方式 形态等等之类的 那我们希望借由核果子 世界不同 然后给毛小孩待遇 给他不只是一成不变的生活 而是可以跟着主人 一起去体会事迹 然后生活顶顶低低 那在核果子制作的时候 其实人类核果子会用到大量的糖 那毛小孩其实不太适合吃糖的 所以我们尽量把糖去除掉 缺带姿势我们用鸡精 用马铃薯用豆沙 给毛小孩 给他们符合他们的需求 2023台北国际喵屋季 希望透过多元活动 促进人和猫咪的接触与了解 期望人和猫咪都能快乐生活 相关活动内容及报名资讯 可参考喵屋市集粉砖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迈向第16年的 公车有善心运动 提供无障碍服务 透过友善与亲切的关怀 让特殊乘客可以放心搭乘 近期也规划了系列活动 促进驾驶与乘客间的友善互动 轮椅族推营而车的家长 市长族群与行动不便者 搭公车时比大众多了一点点的不便 但多年来透过公车友善性运动 已经让特殊族群搭公车 感受到亲切的服务与关怀 搭乘非常放心 因为我是跑202路线 然后我都每天固定都会在 请安捷运站载到他 然后他都在那个中和庙口下车 然后我都会询问他要到哪里 然后帮他 下那个地理堂 然后帮他载到后面上车 因为虽然他也是电动车 但是还是要遇到他安全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 我在服务到一位市长朋友 在那个松山机场上车 我很担心他会跌倒 所以我就亲自呢 到站牌下面扶他上来 然后呢就很有耐心的带他刷卡 然后扶他到位置上面坐好 那我还询问他说 那你要到哪里下车 那下车的时候我就多付出了一点耐心 多等了他一下 然后就扶他到站牌下面 然后跟他说呢 你的站牌位置在哪里 那你要小心哦 就是多一份的用心跟付出这样子 多了一下交流兵具可以选择 往往以前我们就是推轮椅 电动轮椅在路上跑 当然以前有所谓的富胖巴士 但富胖巴士终究有它的限制 比如说它的数量有所限制 不可能每个人配一台富胖巴士 时间也无所限制 就好比我今天来这里参加活动 我不晓得活动大概即使结束 如果富胖巴士等下来接我了 我还不得不走 但是有了公车之后 我随时交流举一个电话 黄俊台你来干嘛干嘛 我一搭就要过来了 我对我来说是生活带来相当大的改变 有了公车提供这样的服务之后 以前没有地利板公车 当然就没有所谓的申诉 但申诉越多我越高兴 表示我们的公车 地利板公车普及 无障碍公车普及才会有申诉 以前都没有申诉表示 那才有问题 没有申诉才有问题 因为都没办法搭乘嘛 但是我还是要跟我报告 还有一个A数大家不知道 其实发生过美好感恩的故事更多 只是很多人 有申诉的时候 人家会积极提出来 美好的故事不一定会被知道 就像我常常搭乘公车 跟驾驶有很多的互动 很美好 可是我到了家以后 我有时候体力还够的时候 我会po在我的粉丝团 可是大多数我都是很累的 回到家就躺在床上不能动 所以有很多故事其实没有告诉大家 以后我会尽量再贴出来 公车友善性运动迈入第16年 今年着重公车无障碍服务 近期运用新型电动公车 展示轮椅竹上下车SOP 让司机随时训练自我 也让轮椅竹安心达成 也降低事故发生 那这16年来 同龄给我的数字是说的满意度 要达9%乘55是满意的 掌声咕咕咕咕 我们特别感到驾驭 是台北身为国际首都的城市 那公车的服务 可以这样的品质的认定 就是民众的肯定 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光荣 那刚刚看这个标题 安息运转幸福无碍 那我常常我们做交通的都会认为 我只要把人从AD到BD 可以载人就好 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载着幸福 那我曾经也学会了一句话叫感恩 感恩与爱 就是我们对公车的驾驶员们帮我们乘客 有爱的一个服务 跟传递 其实我要呼吁的是我们乘客对我们的工作刺激 也要感恩 这才是一个互动才能够让 这个温暖可以持续长长久久 不管说你的方便性也好 满意度也好 都达到95%以上 哪一个城市可以比得上 比不上 但是我要跟各位报告 以上是硬题 我要讲讲软题 软题这16年来 说实在的 我们非常谢谢局长 谢谢交通局 谢谢工作组 谢谢各位同为先进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还有谢谢 特别谢谢进监 进监有了你们的帮助 那16年来 我们把乘客 跟我们司机的关系 拉得变友善 非常友善 不像以前 我还有车厂小姐的时候 那是晚良年 我们那是很凶的 台北市整个公车的这个环境 我们进监有幸一起来帮助 当然我们对硬体 我们是没有办法 这个公车硬体怎么改善 我们没有办法 但是软体方面 我们是真的是很有心 我们希望 它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善的一个结合 所以公车友善新运动 这个一个结合 那我们这几年来所做的一些努力 的确是大家有目共睹 可以从这个满意度来看得到 都达到九十几 九十五等等 那这个一个努力 我们现在在这个阶段 尤其像今年 我们刚刚就想到说 其实一般的 我们做的已经达到一个程度了 再往上突破 事实上也有它的瓶颈 但是我们可以做其他的部分 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些 这些落势的 比如说刚刚我们这几个啦 做轮椅的 就像我们的总裁 然后还有一些四丈的 还有一些娃娃车的 还有一些老年人 这些就是真正需要我们 特别用心去帮忙 这是一个友善的提升 而且也是友善的一个困难度的一个突破 公车友善心运动 今年也规划了系列活动 包括票选最佳人气驾驶 邀请民众来体验驾驶日常 宣导公车无障碍设计等 促进驾驶与乘客的友善互动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第34届船艺金曲奖入围名单揭晓 今年总共有870亿件报名 90组优秀创作者及43件精彩的作品入围 而今年度的特别奖 是由已故歌载系艺师陈美云 以及已故排湾族鼓钓教育家获得 宣传大使许孝顺化身太空飞行领航员 登台亮相 抢先预告今年颁奖典礼 将会以壮阔飞行Fly High为主题 打造一场魔幻的感官饗宴 第34届船艺金曲奖入围名单揭晓 今年总共有871件报名 91组优秀创作者 以及43件精彩作品入围 其中戏曲表演类报名件数爆量 更是比去年增加了30% 其实每年的戏曲奖 我们要在不同的剧种之间去 去临选出今天入委跟最后得奖 我就跟刚刚吴老师所说的一样 其实评审都是非常绞尽脑汁的 但是在所有的戏曲的表演里面 其实最终就是我们戏曲的精髓 就是唱念作表 就是从以前的演员剧场 一直进到现在一个总和的剧场 我们希望他在编剧的取向上 在剧本的这个思想上 然后在导演现代剧场的手法上 其实他都能够越来越精致 越来越符合我们当代人的想法 当然我们绝对是要保存传统的 那在今年的其实历年来的 我们大概今年的那个入委的里面 因为以团书来讲 应该看起来是歌载戏跟顾载戏是最多的 但是我们里面我们还有南瓜戏 那我们有客家戏 所以在全台的所有的剧种的竞争里面 希望每个剧种都能越来越蓬勃 然后越来越永远参加 所以刚刚我有特别的跟我们那个 这个副主任在那边聊天 他说 哎呀 阿孙阿 找你来 其实就让大家看到 如何用生活上面的这种讯息的传递 让更多人走进来 我们先用一个轻松的心情 那既然这是壮阔飞行 我觉得这次的导演创意的这些大师们 他们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想象空间 让小朋友 让年轻人 让更多的受众面 可以透过许教授的这个欢乐的这个角色 然后大家一起走进来 一起来关心 三十四届传艺金曲奖戏曲表演类特别奖得著 把荣耀会给陈美云 今年特别奖由已故歌仔系议师陈美云 以及已故排湾族鼓调教育家查马克法拉乌勒获得 另外以往音乐作品奖项归类为出版类 经上届评委研议后调整为音乐类 今年首度更名后 报名件数大约与去年持平 因为现在出版的模式 还有那个 承载的这个载体呢 已经改变了 所以后来呢 在去年 就是33届的评审呢 他们有提出来希望能把出版类呢 改成音乐类 违规给原来就是音乐为主的那个内容 来考量这个项目 所以才称为叫做音乐类 这个是今年的一个新的创举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当然 或许大家并不会那么了解 因为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呢 比较争议最大的 是音乐类的两个项目 一个是作曲奖 一个是编曲奖 因为这两个对一般的 他们在报名的时候 真的是 有一点没有办法掌握住 这个两个 两个 两个项目的不一样 作曲奖呢 所有的评审委员呢 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他一定要新的创作 新的创作 那自己创作的技法如何 这留给评审 自己才去做考量 但是编曲呢 就不一样了 因为编曲里边呢 在这次里面呢 我们也发觉到 有好多的参赛 参讲者呢 他们呢 把创作拿来当编曲 也就是说创作里面 比如说他写一个管弦乐曲 管弦乐曲里边的编曲也好 或者是新创也好 都已经涵盖在创作里边了 所以委员呢 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所谓的编曲奖 一定是有一个继承的曲调 已经在那边了 比如说台湾民谣 你已经把不同的族群的民谣 你拿在那边以后 再重新再来做编创 这样才是一个编曲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入围的这五个项目里边呢 都有具有这样子的一个面向 第34届传译金曲奖颁奖典礼 将于10月7号晚间7点 在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盛大举行 要请观众朋友乘着艺术翅膀一同壮阔飞行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台风天 仍然是如期出席与闻山区里长的座谈会 听取提案 闻山区试院里内核心路44项的提顶步道上 跨越景美西 附近就是新店名泉东街大平临捷运站 在地试院里 廖青铜里长 就不断建议师傅 可以在提顶步道上 兴建人心景观路桥通往对岸 109、110、111 今年112年 性命鬼 提了4年 都没有一个结果 所以难得 柯市长在去年也是有主动说 瓜董 说这个团团最好 你认为周总统来 大家停下来 跟他参观看看 这个是他第一 但是他当场指示 指示那个房屋市长说 你要公布新北市博项 就不可能我要忙着刑集 他也是会贵 那这个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赶快来做 因为有关这个案 这个案我们在去年的 2月27号 这边的市政座谈 大家也有好几位议员都一直在关心 那另外第二点就是我们7年3月25号 也是在这里有一个参议室议算 参议室议算我们试验里提出来 新建这个景观路桥 那委会的长官还有委员 都非常地同意 而且会后 我又带了几位委员去现场看 那委员说这个可行啊 这个可行 再来第三 事后还经过民众的网路票选 我们那时候我第一名 这还不错 现在是要担心的时候 这个尤其是尤其是 轮廓网路投票最高票 然后双北市的李明君恳请 赶快来做 尤其尤其是新店的益龙城即将开幕 哇 现在这让李明也一直来在说 一直来在说 我希望说 希望说 这个赶快赶快 继续继续 因为我们说很多年 而且李明也说 这搭配是政府的关系 那是李政的关系 我李政我已经尽力就担了 希望大家有最新冠 里长提到多年来在里长座谈 和参与室预算都有此提案 但目前仍未兴建 期盼这次提案能有所进展 蒋湾就承诺来做 8月16号跟17号分别在新北市 还有我们门市来办理地方说明会 那如果说这个方案提出来 地方没有太大的反对意见之后 我们到年底前会完成可行进 民都那明年就会开始进行设计 对我来讲面对问题就解决问题 所以李长这个提案我觉得合理 所以我们也谢谢金工处这边 齐杰跟新北市 我们主动来联系 三次的讨论会堪 今天确定 我们就会来做 年底前就会完成可行进 接下来让我们有说明会 我想照着程序走 最快明年我们就可以启动 所以跟你一张讲 没有问题 我们来做 接下来就会有一个景观路桥 希望能够造福地方的利益 这个景观路桥构像 直通新店民权东街 让民众可以走路桥 通往捷运大平民站 也让目前还没有捷运站 可使用的市员里民交通 更加通畅 生活范围扩大而更便利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 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徒刑 合50万元罚金 品试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 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 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与世产业 再来看市长蒋万安与大安区里长们进行座谈 请听在地的需求与建议 台北市长蒋万安 面对大安区里长的需求与建言 一一回复 藉由与里长们的座谈会 攜手让城市发展得更好 在地的细节也不疏漏 今天有很多的提案 我想一华副市长也都非常的了解 我们可以做的 可以解决的 我们尽全力来帮忙里长们 那我知道今天的提案里面 有包括不管是永康街 人行路面的铺平 还有包括人行天桥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调整 当然还有包括波新南面 南波新市场的部分 是不是能够把它做一个住户迁移整建 进行都市更新 还有包括配选里长关心交通的问题 路行重新的设计等等 当然很多里长关心 大概是都市更新的问题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等一下尽量让里长们 来表达意见 我们也会请居住首长 张文童人来做一个回应 大安区永康里 李明英里长提出 期盼永康街双号人行道更新 在这个国际观光商圈的路上 已由李明跌倒受伤 人行道路面凹凸不平且狭窄 希望师傅协助铺平改善 人行道 现在的人行道的上面的砖块是 凹凸不平 然后导致在右边的那个的照片 是我的李明走在 人行道上面跌倒 然后脚断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人行道上面是给人走 为了就是要给他能够很安全的 走在那个上面 不能说因为他的设计 之前的设计是这样的 我们也不能否认 他的设计是非常好 是可以耐用可能一百年以上的人行道 但是他是不堪使用 所谓的不堪使用 我们先不要讲他的美观 或者是他的其他的作用 李明已经跌倒了 市长我不知道你觉得说 如果我们自己的家长 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 走在人行道跌倒 然后脚断了 不晓得你会做如何的处理 那这个李明 我的大姐 我本来想跟他申请国陪 他说不用不用 李长你只要告诉市长 把我们的路 我们的人行道铺平就好了 他的要求就是指他把他铺平 然后大家再来看一下中间的那一块 那个照片是永康街一号 永康街一号的建案 那天我看到他就可以把它弄平 因为新公处我曾经这个会看过三次了 之前跟我讲说 这个材质是没有办法弄平的 我那天看到说 他为了一个建案 他可以把它暂时性的铺平 到最后还会再复旧 但是他都可以做到 为什么我们新公处做不到 可以把它铺平 为什么我们做不到 我的要求就是让他铺平 让我的李明走在上面不会跌倒 这个永康街人行道更新这一部分 其实我们已经有列入更新的考量 那因为这个路面是早期 92年造街都发局造街计划所铺设 那因为当时用的这个是属于快砖 那跟现在人行环境的要求 平整的这个水准有点落差 但是因为在整合地方意见的时候 因为永康街的两边属于不同里 那对于这个人要铺面更新的这个 这个诉求有不同意见 所以我们后续是再来召开这个说明会来凝聚共事 听取里长关切的事容与行人安全问题 讲完立刻回应一定要更新 你的朋友也会跟我讲 这个路面当然当时的设计是很漂亮不错 但是因为不平 所以有些老人家轮椅推过去 其实他就会干脆走马路上面 其实是很危险 所以我想基于这些理由 我们来做 我觉得应该要做 我们把它做一个重新的把它铺平 那当然这个也因为20年了 我们现在应该在技术工法上面 也可以把它不只做得好 也可以做得更漂亮 因为永康街商圈 终究是一个国际知名商圈 我们希望先从双号这边做起 我们也希望带动一个示范的效果 也让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经过这么多年 是需要把它做一个整理 另外龙春立彭为良离丈 也向蒋万安争取离丈春节慰劳金 盼蒋万安能改善里长权益 在座的现场上到市长 下到这边所有的工友 在座所有人 你知道你们都有年龙奖金 唯独谁没有 就里长没有 这么多人里面 你们每个人都有 就里长没有 拉到全国 全国从总统 蔡英文也有 到各级的民意代表 全部都有 就是里长没有 我不懂为什么 对不对 你所有在做 一样在做服务 做这个服务 民众服务居民 唯独 为何各级民意代表 都有 但是里长就是没有 当然我知道 这个是法令的问题 那我想其实给里长 这样子的这个照顾 它其实不是为了自肥 也不是为了绑装 它其实是为了健全 这个基层 对里长的照顾跟肯定 对里长我觉得 这个很重要的肯定 那当然这个议题 我知道这个其实 中央层级的部分 它其实很简单 因为市长做过立法委员 他其实也知道 只要其实只要把这个 地方知己条例 第七条里面 你只要阵列 春节文文金 这个项目加进去 草野协商 其实讨论 其实愿意过就过了 有一个地方民意代表 费用知己的条例 那其实要修 就像里长讲的 其实只要文字 把它加进去就可以 当然台北市 我们对于里长 明天就 刚刚局长也有跟我讲 我们其实也有给里长们 出国的考察费用 等等 但唯独年终奖金 相较其他的 各级民意代表 反而 独缺里长 没有 我会来跟中央反应 包括之前几个事情 警销的 警刑加紧 危险加紧 我跟行政院反应 也都有得到 正面的回应 那为了里长 这个提案 我也会跟行政院 来反应 好不好 记者问君 台北报道 为让行人 安心通过入口 台北市交通管制 工程处 特别办理行人 绿灯早开 在暑假前 就已经完成了 全市147所 国小周边200处的 入口设置 后续将在 8月底开学前 完成133所 国中及高中职 周边入口检讨 执行车道前方 还是红灯 不过一旁的 行人耗置灯 已经先转成绿灯 这是行人 绿灯早开措施 为了保护行人 通过入口的安全 台北市交通管制 工程处 112年持续 办理行人 绿灯早开 到6月底前 已经完成 全台北市 147所 国小周边 共200处 入口 及内湖入一段 8处入口 设置行人 绿灯早开 我们目前台北市 今年已经设置了 到6月底 累积了577座 行人绿灯早开 那其中有258处 是今年已经设置了 那我们目前设置 就是在3月份的时候 有针对全市 24所示范学校 周边去设置 行人绿灯早开 那在6月底 已经完成 全市所有的国小 的行人绿灯早开的 一个检讨 交通处方面也特别说明 在入口选择 设置行人专用时像 与行人绿灯早开的差异 主要根据的是 当地的车流状况 行人专用时像 是把行人跟行车 完全的分开 那所以相对来说 行车会减少的 绿灯时间会比较多 所以对整个车流状况 影响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原则上 就是在车流条件允许下 我们才会去设置 行人专用时像 那行人绿灯早开 就对车流的冲击 比较小 所以我们 就是会把行人绿灯早开 作为我们目前的一个 入口的基本配备 交通处方面表示 接下来将在8月底 开学前完成 133所国中高中职 周边入口检讨 年底完成12个行政区 各一条主要干道设置 目标全是达到 900处行人绿灯早开入口 将绿灯早开 列为耗置入口基本配备 至于外界反应 行人无故停载 人行穿越道 影响车流的情况 交通处方面也研议设置 行人耗置找关措施 在保护行人的前提下 减少对交通的冲击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再带一来看 行政院宣布军公教 明年调薪4% 请警加紧调升15% 立法委员王宏威 台北市议员徐巧新 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就召开记者会 表示明年调薪时 中央只补助一半 痛批是中央请客 地方买单 立法委员王宏威 台北市议员徐巧新 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召开记者会 针对明年军公教调薪 中央却只补助一半 仅情加紧经费 中央也只答应给今年半年 王宏威痛批 113年军公教调薪 北市府预估预算 大约就要22到24亿元 现在忽然砍办 是要地方政府去拿找钱 今年6月底 台北市政府 根据就是军公教调薪的部分 要求拜托中央能够比照111年 能够给予全额补助 这个是在今年6月底台北市政府 去跟行政院主计处 希望能够得到全额补助 这也是原理来办理 但是没有想到 在今年的7月4号 主计处就片面的说 你们呢要用自有裁员来筹措 然后呢 规划中央呢 是用办数来协助 而且说呢 哎呀给你们办数已经够了啦 那其他的 你们自己去自行想办法 大家也知道 在前不久 中央也宣布了 仅情加急 要提高15% 而且呢 追溯从今年的7月份 开始发放 那么这个金额 其实对地方来讲 也是一笔大钱 那么现在中央对台北市 是承诺会给他们今年下半年 8亿多 看一下 8亿2000万 8亿2000万 但是我所了解 现在钱没有全部拨下去 那么绝大部分的钱 是由台北市警察局自行的垫付 那么今年下半年 中央说我愿意给你补助 那当然大家要问啊 大家都知道 马上大家都编预算了 明年呢 明年的钱在哪里 既然中央到现在为止 并没有承诺 仅情加急 提高15% 那么台北市是需要 19亿7000万 将近20亿的钱 但是 中央目前没有承诺 会全额补助 市议员徐巧新表示 中央喊出市府公务员 调薪及仅情加急时 包括北市议员 北市府都认为会按网利 全额补助 但中央忽然将财政负担 丢给地方相当不负责任 而罗志强表示 既然中央给出公务员调薪 及仅情加急的承诺 就应该出钱买单 希望能够帮台北市政府向中央争取这笔预算 原因很简单 过去呢 在包含警情的加急 包含军工教人员过去的调薪 都是由中央全额的补助地方 也就是台北市政府 所以当时在政府 中央政府喊出来 有警情加急15% 以及呢 有公务人员调薪的时候 所有人包含我们台北市的所有议员 还有台北市政府 都认为这个政策 按照网利就是会 全额补助 每一个县市政府 由每一个县市政府的财政规划 不管是蒋万恩上任之后 他推动了包含我们的育儿津贴的加码 或者是重摇金老金的发放 这个对于市民来说 都是有感而且需要的政策 可是当你突然外插了一个 警情加急15% 以及公务人员调薪 而你把财政的负担 就这样子丢给地方的时候 是相当不负责任的做法 过去我们也看到 先前在这个所谓的交通 行政院的通勤月票 TPAS 也是类似的情况 地方明明我们输了 是四成的钱 可是当时行政院一纸公文来 要求所有的文宣 包含是台北市政府 出资宣传的宣传片 上面一定都要加行政院 否则不予补助 这个这次的情况 也是相当类似的 中央政府喊出说 军公教调薪加码 本来是一个好的政策 我想好的政策 我们不分政党都来支持 可是当你好事只做一半的时候 还能称为好事吗 民进党为什么 去年军公教调薪的补助 他就全额补助 紧情加紧就很大方 而今年军公教调薪 就要违反惯例 硬是要台北市政府 出一半的钱 很简单嘛 去年开选举支票的时候 台北市正在选举啊 如果说今天 他敢叫台北市出钱 那抱歉 那陈时中你还要选吗 今年选的不是台北市长 今天选的是总统啊 反正陈时中也没当选台北市长啊 有庆差利啊 可是请问 这是一个执政党在做的事情吗 这种例子屡见不鲜啦 就像今天 你动辄几十亿 而且不是今年哦 二十几亿军公教 加薪的增加的一个财务负担 那是连续性的 那是永久性的 那请问你要排挤台北市 多少的一些预算 王宏威要求 中央要有统一的军公教 调薪补助标准 并承诺明年全额补助 仅情加击 不能选前开支票 选后就不认账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国内的照片案件数 区隔不下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宣布 民众检举车手奖金 将从原先的一万元 翻倍成两万 希望提升大炸力度 维护市民财产的安全 台北市长脚万 亲自颁发奖金 感谢协助警方 阻止诈骗案件的 银行行员与超商人员 根据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方面的统计 台北市今年上半年 成功拦阻 587件诈骗 拦阻总金额达 6亿2000万元 脚万除了感谢 金融机构与便利商店 第一线从业人员 在第一时间发挥 拦阻诈骗的协助 也认为还有努力 进步的空间 其中有超过63% 男主失败的年龄层 落在70岁到79岁 男性占多数 我们男主失败的年龄层 是70岁以上 70到79岁 所以年长者 他们在我的分析里面 在整个男主宣布的过程 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这个部分 也要请我们所有 在第一线里面领众的 救援界的朋友 和超超的朋友 会给我们注意 那另外 男主失败的年 男性再多数 台北市政府检察局方面表示 台北市炸七车手提灵次数 在去年达到最高峰 有16万250次 不过在北市警强化打炸力道后 今年1到6月为止 提灵次数与去年同期 相比减少了1000多次 为了进一步阻止诈骗集团 北市警方面也宣布 民众检举车手奖励金 将从原先的1万元 加码翻倍为2万元 向鼓励民众 踊跃提供相关情资 协助警方打击犯罪 我们为了要鼓励 查及车手的这个检举 我们从奖金 从1万块 会花到2万块 那我们各位好朋友 在金融机构 在超商 如果有主炸成功 我们会花 我们也会颁发这个奖励 从本来是1000到2000 我们颁发2000到4000 那同时呢 就是我们个人主炸 以及我们金融机构 主炸成功的这些单位 我们都会请市场 签字的颁发 警方强调 近年诈骗集团 多透过网路假求职广告 招募车手从事提领 或移转账款的工作 今年到6月为止 北市警已经弃货车手 达1175人 因此呼吁民众 不要受到金钱诱惑 加入诈骗集团行列 甚至提供自身金融账户 提款卡作为人头账户 否则等着你的 将是被警方逮捕 入狱的后果 记者张启腾 台北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台北市中山区公所 今年为新移民 开办手工灶的制作课程 邀请到职职达人 张淑慧老师 带领学员 认识保养品 原料的特性 并运用东南亚特产植物 制作天然手工灶 开启微创业的可能 玫瑰花 动物各种造型手工灶 运用椰油 棕榈 香兰叶等天然植物 制作而成 散发出天然的香气 中山区公所 开办五国界 手工灶初级班 邀请职聚达人 张淑慧老师 带领新一名朋友 进入手工灶世界 课程中 不仅可以认识 各种职聚原料的 自然功效 以及如何制作 手工灶与保养品 还可以认识新朋友 学员们都收获满满 因为在台湾 天气比较潮湿 然后很容易的湿疹 湿疹就会反映在皮肤上 会骚痒 会痒 红肿 那因为我听说 有这个手工灶的课程 那我就觉得说 它是天然的一个好东西 对 所以就会想说 来参加学习 知道它是什么制作 就是也有交到好朋友 因为我们是来自 不同的国家 那本来是一个 很少的一个范围 就是都是在家里 都没有其他朋友 那来就可以认识到 新的朋友 对 可以互相交流 也知道各个不同国家 它的特色的芳香的香草 食物 植物 这都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知识 我来自马来西亚 对 我非常感谢中山区公所 这次办的 手工灶的这个课程 让我们来自 很多不同国家的新住民 可以在这里 齐聚一堂 然后大家一起互相学习 互相成长 然后也感谢 区公所这边有 淑慧老师 非常专业的 手工灶的老师 来教导我们 让我们 不管以后大家 有没有往这方面发展 可是就是还是可以 做给自己的家人使用 因为这些都是使用 天然的东西来制作的 对我们的皮肤 是 非常好的 没有副作用 然后天然的雄厚 其实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结交很多 不同国家的朋友 对我们甚至还可以说 以后如果说哪边 还有开新住民的课程 大家可以相邀 一起来参与这样子 因为来学人来自于各个国家 所以其实都把他们各个国家 他们常会使用到的一些精华 把它拿出来用 像越南的班兰叶照 我们就会取它天然的绿色 而这个绿色是不会褪色的 我们用直萃的方式 还有印尼常用 他们在很多的饮食料理中的椰浆 也就是你们的烟奶 我们把它入罩之后 可以让它 手工它的喜感更温润 再来马来西亚的红棕铝油 它也是一个 出产棕铝油的大国 我们把它的棕铝油 放在手工罩里面 让它有加成的效果 红棕铝油出来的罩 是橘黄色的 这个色者不用再额外 再添加任何的色粉 或者是色液 以上这些 我们课程里面有的这些罩 其实都来自于他们国家 他们盛产的东西 那我们再一次的把它 融入到我们的手工罩课程里面 结业式会场 学员们开心的大合照 中山区区区长李美丽表示 开办课程是希望新一鸣 可以丰富生活技能 营造生活质感 当新一鸣对课程产生兴趣后 也可以升华变成为创业的动力 其实我们每一年度都会开办新一鸣的课程 那开办完新一鸣的课程 我们就会做那个意愿调查 意见调查 那喜欢这个手工罩的 他就是第一名 所以我们就是会去规划 这一个手工罩的课程 那手工罩的课程 因为牵涉到新住民他自己本身家庭也可以用 他也可以馈赠他的亲戚朋友 然后当然他也可以开业 如果他对创业有兴趣的话 他是可以开业的 所以我们居于这样子的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开办了这个手工罩的课程 希望他们自用 家用 亲戚朋友用 然后未来是可以创业的 那我们希望新一鸣可以把我们台湾 就是他乡 作为他们的故乡 中山区公所多年来为新一鸣举办各种课程 成绩有目共睹 都让新一鸣有满满的收获 而这次保养品训练课程 新一鸣一同感受天然手工罩的奥妙 而中山区公所也将陆续推出更多相关课程 培养新一鸣的自身软实力 手工罩棒不棒 棒 新住民手工罩站不站 站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女士场合法秩序 基隆中云记今年迈入第169年 记者会中市长谢国梁 议长佟资卫跟轮值主谱的郭信宗清慧 共同参与启动仪式 宣布这项历史悠久 为期一个月的基隆中原记 民俗盛世即将展开 基隆中原记迈入第169年 今年的主题是平安 宣传记者会现场抢先曝光 将在放水灯游行当天演出的五剧片段 好愿在人间 融合轻发战役与当代街舞 展现创新与传统 基隆中原记记者会的现场 抚会贵宾云集 还有轮值主谱的郭信宗清慧一起到场 共同来宣布基隆中原记的到来 三 二 一 请启动 将我们解锁今年2023 基隆中原记 重新与众 朝上平安 轮到郭信祖谱 非常感谢我们的主委 跟我们的文化局通力合作 打造出一个平安的一个主轴 平安是我们生活上所期盼的 也是台湾整个发展跟未来所期盼的 所以我们希望用平安这两个字 希望所有来到基隆中原记时候来的观光游客 不论是国内或国际的旅客 都能够带走一份平安跟祝福 那也感谢个性中心会 跟我们更积极的配合 那我们未来也会融入更多的旅游 文化体育的元素 在我们的农历七月 中原记是我们基隆非常重要的一个民俗文化传承 那看到我们基隆市议会来到这么多的议员 就知道中原记对我们基隆的文化传承有多重要 我身旁有我们郑文廷立委候选人 许瑞茨议员还有施伟正议员都非常重视中原记的文化传承 已经传承169年这不容易 这也代表我们基隆的名片 那如果你没有参加过基隆中原记 你没有看过游行 就代表你不是基隆人 那今年是疫情后 开放国际观光后首次的中原记 我们希望诚挚的邀请台湾爱好民俗的所有好朋友 一起来参与 一起来见证我们的文化传承 我们的这个历史文化 代表张权泄斗的一个过程故事 那看到我们这么多中心会的伙伴 共同来参与我们非常感动 那我们今年第三次郭信来承接这个祖福 当然我们有很大的责任要把今年办好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已经筹备了将近十个月 希望能够在7月份农历7月的时候把它完整的呈现 我们郭氏中心的祖先就是郭子怡 所以我们有做了一个Q版的郭子怡公仔 那今年会把它放大100倍 放在海洋广场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观看这个主灯 在市府与轮值主谱郭信宗亲会等各单位的用心筹备下 期望将中元季的温暖友爱传递出去 让来参与基隆中元季的民众共享平安与幸福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2023美丽基隆摄影与影片创作比赛开始争建咯 欢迎市民与外线市的民众踊跃线上报名 奖金丰富 欢迎用镜头拍下基隆的美好 争建时间到8月底截止 如何透过镜头记录属基隆的友爱城市 为了持续宣传基隆观光及在地特色 基隆市政府今年再度举办 2023美丽基隆摄影与影片创作比赛 市府官销处表示 这项活动已经迈入第六年 目前正展开征建中 征建项目分为影片组与摄影组 影片组方面的主题为有爱的城市 摄影组共有四个主题 分别为城市有爱 干净家园 多彩城市及独特基隆 欢迎市民朋友和外线市的民众 一起用镜头来展现基隆的温暖有爱 市府表示今年影片组总奖金有23万元 摄影组总奖金超过6万元 欢迎各地民众踊跃线上报名参加 征建时间到8月31号为止 详细的报名方式与征建内容 欢迎上活动报名网站查询 记者陈淑平 基隆报导 七度国小大门口广场上有6颗大约6层楼高 从日据时代种植至今 粗估有80年历史的大王爷 因为考虑交通和学童的安全 市政府和学校决定移除这6颗大王爷子 来看现场 在吊车帮忙下工作人员拿着电锯 从椰子树最上层开始分段切除 学童们高喊树爷爷拜拜 树爷爷拜拜 七度国小大门口广场上有6颗大约6层楼高 从日据时代种植到今天 粗估有80年历史的大王爷 因为考虑交通和学生安全 市政府和学校决定刚好在8月8号 父亲节当天移除这6颗大王爷子树 移除前先由校长林志彦和市立远章耿辉 进行祭拜仪式 告别这6颗大王爷 随后看着分段切割移除 学童们高喊树爷爷拜拜 也让道场关心移除工作的议员们 更加不舍 但也尊重学校 大多数家长和市政府的决定 七度国小大王爷的业主 确实在我个人是非常有一点不舍 因为毕竟我世代的家人都在这边就读 尤其我爸爸从我爸爸 还有我 还有我的儿子女 包含现在的孙子 都在七度国小来就读 那这个大王爷爷跟我们 整个生活圈都是息息相关 也是地方上的一个地标 那这是因为基于安全上的考量 其大王爷爷的整个身体状况 那经过学校的整个家长会的调查 也尊重民意 我想当然也最终也是经过市政府的核准 然后来做最后的移除 我们七度国小前面这六棵椰子树 是陪伴了我们七度人与七度国小 是我们共同的回忆 那也陪伴了大家将近百年的时间 那所以相信大家都非常不舍 但是因为非常重要的就是 因为安全的考量 这个会影响到小朋友的 行走的安全 还有我们车子跟机车的行车安全 在我们七度国小也算是一个地标 那也跟我们七度人真的相处了几十年了 有浓浓的感情 我们都知道植物它也是有生命的 它是有灵气的 本身我自己也是爱植物的一个名义代表 所以我真的 其实我昨天看到在整个产除的过程 我真的快哭出来了 因为我对植物 就是本身我的个性就非常喜欢植物 所以我真的满满的不舍 虽然早已经是七度国小的门面地标 和许多毕业学生以及民众的共同记忆 但是因为大王爷落下的树叶 其实是树壳 容易砸伤学生 也曾经造成临近主要道路 明德一路上机车骑士跌倒受伤 因此校方调查学生家长意见 全校超过三分之二家长赞成警数移除 最后由市政府拍板决定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中山区西定路248项后方 山坡的道路均烈严重 已经影响到来往车辆的安全 基隆市议员施伟正 特地邀请相关单位办理会刊 希望可以尽快修复 中山区西定路248项山坡道路均烈 已经影响来往车辆的安全 从这里过去都会滑倒 常常到我们公里 你们那里没有拜托警察来给我们认为 我说有了我有找市委证议员 来处理了 受到民众陈勤 基隆市议员施伟正 特地邀请相关单位办理会刊 希望可以尽快修复 维护过往车辆以及民众的安全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西定路248项的后方 这个山路 那他现在在我们现场看到 确实是走山的非常的严重 所以在这里呢 今天会刊得到的结论 这个这里的土地全署 是属于我们财政部国务财产署 在这里强烈的要拜托我们 财政部国务财产署 能够在今年 将我们这个路段修复的费用 编列完毕 明年呢 能够尽速来执行我们这个路段 因为目前看起来 的确是有立即危险的可能 所以要拜托国有财产署 是不是能够尽速的 将我们这个路段呢 把它修复好 还给我们附近居民 一个良好的生活品质 也给大家一个安全的环境 另外施伟正也希望 主管单位要特别注意 道路军列是不是因为有走山的迹象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